然后呢 一般这个卸妆筋的话 用完之后大家最好再用洗面奶 温和一点的洗面奶最后再洗一遍 这样比较放心 另外一种 现在用另外一种产品来卸妆 就是用的这个BOOTS的Core Cream 冷霜 然后大家在使用卸妆油 卸妆霜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要干手干脸 不要沾水 因为这个这种产品的卸妆 它其实主要就是靠乳化 所以你要先用干着按摩 把它那些用它里面的含的油脂 将你的彩妆先溶掉 然后再加水或者加湿的东西 然后给它乳化 然后才能够彻底清洁 冷霜的话就适合皮肤比较干燥的人 如果是油性肌 或者是别的皮肤的话 可以考虑用卸妆油 然后冷霜的用量呢 比你平时用面霜的要多一点 先挖几坨在脸上 然后冷霜也可以用来卸眼妆的 但是比较messy 平时还是希望卸妆液来卸 我这回就用这个冷霜来卸一下眼霜吧 牺牺牲一下 就是把它先吐在你的眼皮上面 然后眼睛闭起来 将它覆盖在你的睫毛上 然后轻轻的按摩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正眼 它虽然不刺激 但是油乎乎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眼皮上的这个按摩之后 它的睫毛膏其实已经融掉了 都变成灰色的 然后这个先不用管它 然后现在把手指的稍微擦擦干净 将其他部位的这个冷霜给它揉匀 通过这个按摩 将它 将你的脸上的彩妆 这个按摩的时候要尽量温柔一点 不要去牵扯你的皮肤 轻轻地揉个一到两分钟左右 让它充分地溶解你脸上的彩妆 轻轻地揉个一到两分钟左右 然后轻轻轻地揉个一到两分钟左右 轻轻地在皮肤上划过 好这样子 上面的双眼皮贴也跟着这个一下来了 很脏的灰色的 好的 按摩的差不多了之后 然后再拿一片湿巾 这个冷霜的话 不能够用水洗 你如果用是卸妆油或者卸妆乳 就可以直接加水乳化之后 就可以擦掉了 冷霜的话 你如果用水洗的话 黏糊糊油糊糊的 你因为洗不干净 很恶心的 这个就是拿一拿湿巾 或者是你拿那个 用水浸湿的化妆棉片也可以 轻轻的将 这个冷霜擦掉 好恶心 非常的 不喜欢 大家如果用冷霜的话 眼妆还是 用专门的卸妆液来卸好 轻轻的 这个会需要多用几片卸妆巾 眼部在 可以看到还有一些残留的眼线 再用刚才一样的方法 拿一根棉花泡 蘸卸妆液 然后再把眼角眼线的位置 清一下 好困 然后下眼线 然后再把眼线的 冷霜的话 如果摸一摸 感觉还有残留的话 就再拿一片湿巾 虽然只轻轻的擦一下 好 这样呢 就已经卸完了 卸完之后呢 可以再用洗面奶去洗一遍 然后就可以上保养品 该干嘛干嘛去了 嗯好 那这次的卸妆调成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累死我了 谢谢你的 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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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